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塔克的采访 这是一段非常非正式的采访 因为呢 还有很多其他人在旁边的 所以他们两个也是特别的随性 轻松自在 好像两个老朋友在聊天一样 好像他们时不时也会跟旁边的人 Right 对吗 这样子 总之气氛分为特别的轻松 但是气氛与气都很轻松 但是它的内容却是非常严肃的 甚至我用两个字来形容 我可以说内容很悲壮 就是Elon Musk他说出来的内容 其实很悲壮 因为呢 他表示啊 这次自己很公开 很高调的去支持川普的竞选 他也出现在 Butler的竞选集会上面 他这样的支持川普呢 他是说自己是all in 那all in是一个赌博的用语 就是说我赌上自己所有的筹码 我全部孤注一掷 就是赌这一副 赢就赢 输就输 输得很惨了 那你要知道他的all in意味着什么 他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富豪 第一是那个LV和Sephora的老板 哇 原来还是女人的钱好赚啊 卖化妆品 可以卖得比Tesla还赚钱啊 OK anyway 所以马斯克他的成就是已经不用多说了 那如果川普这一次选不上的话 美共对他的秋后算账啊 你是无法想象的 你看看美共是怎么样对付川普的 所以对付马斯克能客气吗 所以he got too much to lose 他有太多东西可以 可以被美共所摧毁 所以他要付上的这个代价 他的all in跟一般人的all in 那是差很远的 而且他好像还担心自己有后路 就不够好玩 因为塔克问他 Is it fun?好玩吗? 这么大的冒险好玩吗? 他说It's pretty fun 很好玩啊 所以他还想要更好玩一点 所以他认识要断绝自己所有的后路 他这一次说的话 简直就是不设禁区 我觉得他什么是大嘴巴 他这次真的是很大嘴巴 他说 哎呀那个卡玛拉谁要去刺杀他 没有人要杀他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木偶嘛 他是一个扯线 台前的扯线木偶 谁要去杀一个木偶 杀了这个木偶 再换一个木偶上来咯 哇 还有啊 他说Jeffrey Epstein 那个性爱小岛的主人 他的那一份名单上面 跟现在卡玛拉背后的那些 幕后大佬 Puppet Masters是重叠的 差不多都是同一拨人 所以他说他们现在最怕什么 他们就是怕Jeffrey Epstein的名单曝光 还有他说 这些人啊 塔克你也认识啊 我也认识不少 都是我们身边那些啊 那些有名有利 有钱有势的人 哇 我看那些人听的时候 心里真的是被他气得怒火中烧啊 他不怕 他什么都说 他还提提到自己为北卡的灾区提供 Starlink 然后受到政府的阻挠 不过他说那个同性恋部长 Pete Buttigieg还算好 后来就帮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啊 他就说 什么事情都有话 实话实说啊 他也讲到他为政府提供服务 比如说他平时就是为政府提供 Starlink和太空科技的服务 他的竞争对手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就是波音公司啊 他也有提到政府其实是不是太公正的 因为他们看重DEI啊这些 也提到加州政府起诉他 我这样做也会被起诉 我那样做也是犯了法啊 根本怎么做都是错 总之他说话 我觉得简直都已经牵涉到一些敏感和不应该公开的一些禁区 他他都说出来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是说他豁出去 这不是他豁出去 而是他这个人本来就是这样 他本来就没有顾忌的 另外一个访问的时候 人家问他啊 你的那个X上面的广告客户都要撤了 他就说 Tell them Go F Yourself 再说一次 Go F Yourself 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毫无顾忌的人 那他对于政府呢 你可以看得到 他对于就是左派政府 他也没有愤怒 他自己本来就是个左派啊 但是政府要对付他 要起诉他 他也不惧怕 就是他以一种非常体面的态度来面对政府 就是我是坦荡荡的 我什么该交税交税 我奉公守法 我根本没有什么好怕的 所以我也不会来巴结你们 我也不会来惧怕你们 所以他这个面对政府的态度呢 跟川普就特别像 你看川普也是这样 你们要告我 要对付我 甚至要暗杀我 我坦荡荡 我一点都不害怕 所以这次塔克访问Elon Musk呢 整个访谈的感觉 我在X上面就是这么说 我说这是真正的男人之间的对话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交情滥伤 没有心心作态 也没有自吹自擂 他们的言语是极简的 就是他说如果川普输了 我就完蛋了 我不可以重复 这是男人的语言 I'm effed up 就是我完蛋了 很极简 他们的言语是极简的 也很随性 不加修饰 不加修饰到一个程度 我都不可以说出来 因为我是淑女 所以他们这种男人的言语 我都不方便说 但是就是这种说话的方式呢 倒出一种洒脱的豪情和理念 真的看得到是极大的勇气 甚至是悲壮 所以当他说all in的时候 好像很漫不经心 还笑哈哈哈哈大笑 哇 但是他里面其实是带着那种 像荆轲壮士一去 不复还的那种气魄 真的是这样啊 那他为了什么呢 你为了什么 要把自己那么大的一个成就 来all in 来孤注一掷呢 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啊 这跟川普是一样的 就是他跟川普 曾经两个人不咬弦 但是男人都是这样的 雄性动物一开始都是那种 存在着一种互相竞争和敌对的状态 但是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就携手合作 真男人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你不是像女孩子这样动不动啊 一开始要不要一起去厕所 一起去买东西吃 一起化妆 一起聊天 哎呀 男人不搞这些的 所以他们一开始 都是真的是两个人挺敌视的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啊 他们两个之间有很多的共同点 另外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 He does not need to do this 他跟川普一样 他完全不需要这么做 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 以他的财富能力 他可以去买一个岛 在他的岛上搞一个科技王国 在那里玩boring 挖地道 搞Starlink 然后慢慢研究 再不高兴 突然有一天 他就飞到火星去了 拜拜地球 我到火星去了 OK 总之呢 他跟川普一样 就是他们的人生成就啊 已经可以做到说 无所求了 他们都是各自站在一个山巅之上 迎风 这个风吹过来 他们已经是到了独孤求败的 那种境界了 所以呢 他们现在竟然下来 躺着趟浑水啊 加入了这一场恶斗 这场征战 而且这场征战完全是未知的 他们真的是要冒生命的危险的啊 因为民主党太坏了 他们的势力又很大 这个deep state盘根错节 在联邦政府 在各地方政府都盘根错节 势力很大很大 而他们做事是毫无底线的 所以 Elon Musk和川普 他们现在来淌这趟浑水呢 我相信他们心里是没底的 那这些人他们做事情都是要很有把握 但是没有绝对十拿九稳的事情 所以我不相信阴谋论 就是我不会把任何人神化 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站在哪一边呢 没有人是可以完全掌握明天 我做这一步 我绝对可以掌握下一步 因为这个世界上啊 这个偶发性的因素是太多太多 不是任何人能够掌控的 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你的计划 你的掌控能力 都只能够去到某一个程度 所以像Elon Musk和川普 他们对于11月5号之后 到底会发生什么 他们心里面真的是没有底的 所以他们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在做的 那为什么要做这种 毫无个人利益 甚至要赌上一切的事情呢 OK 我不知道他们的信仰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心中是有爱的 他们是心中有爱的人 他们对于自由是特别特别的制作 不只是自己的自由 就是我一个人有自由 其他所有的人都没有自由 那你也没有自由的 自由他们就是看得到是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上面的人民 都要有自由 所以他们对于自由 对于生命是有热爱 有一份热爱 这份热爱不只是爱自己 他们这份热爱是推积到 起码说是美国人民身上 只剩下我有生命 有自由 然后全部其他人都活得像 像那个僵尸一样 你是活得没意思的 所以呢 这一份热爱 对于生命和自由的热爱 超越了他们自己 所拥有的这些物质和成就 以致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成就 作为赌注 来孤注一致 因为时候到了 再不这么做 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他要all in 好 那相反我们看另外一边 就是卡玛拉这只乌鸡 他也没有闲着 因为这个时间真的是越来越迫近了 哇 他这次没有闲着 他居然就 我们广东话说啊 胆抽抽啊 就是这么有胆子啊 这么不自量力 跑到六十分钟 那个节目去接受采访 这个六十分钟呢 当然我早就很讨厌这个节目 尤其是以前那个Leslie 那个老的女记者 老女记者Leslie 去采访川普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要 啪啪打那个老bitch 起巴掌 真的是太过bitch了 所以我也很讨厌 这个六十分钟 但是毕竟人家六十分钟呢 还算是一块精致老招牌 所以这块老招牌呢 不愿意为了你这只乌鸡而砸掉 所以人家对着你呢 真的是问那些 tough questions serious questions 所以这次是那个黑人大叔啊 问的都是 真的是很认真的问题 那最认真 最tough的问题是 比如说问他 你不是被选上来的 被那个初选选上来的 明明是拜登 但是现在是你去选美国总统 所以呢 这并不符合美国的民主程序啊 那么卡玛拉就 还有啊 你的经济政策 根本都不符合现实 你要给这个给那个 你的钱从哪里来啊 还有啊 你的边境政策 自从你和拜登上来以后 这个已经有超过四倍以上的 非法移民涌入了 你的边境政策是不是存在错误啊 我觉得卡玛拉不管他回答什么 他的内心状况啊 我看得出他内心的状况就是 实在应付不了 口吐白沫 倒地身亡啊 就是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这种状况了 他真的应付不了 那这个六十分钟呢 他们还是想要 本来想要一点老脸哦 但是最后还是保不住这张老脸 保不住节操啊 为什么 后来呢 网络上面发现呢 他们修改了 卡玛拉的其中一段 关于以色列政策的回答 这段回答实在太烂了 就是讲到你们的以色列政策 造成现在这样子 中东的这个状况啊 你们的政策 你对这个政策有什么看法 Well you know we did something we impacted that place and you know it was yeah it made a difference 就是他的这种回答 实在实在的太烂了 实在见不得人 所以后来呢 这个六十分钟就 不知道怎么样 移花节目 还是用AI啊 就把他的这个回答 修改到 诶 听起来很正常 那所以他们就 帮这个乌鸡副总统呢 也为了自己的节目和招牌了 就最后保住一点点的颜面 但是其实他们就 没有了节操啊 你怎么可以去修改 这个受访嘉宾的答案呢 这个他的回答呢 还被人家发现了 然后anyway 那后来乌鸡还去了 他自己应该是比较 舒服的一个节目 就是The View 去接受采访 去做嘉宾 那The View本来就是几个 没脑子的三姑六婆啊 所以人家拍了一张照片说 卡玛拉坐在那边 加上那几个三姑六婆 全世界最笨的七个人 都出现在那边了 差不多就是这样 哇 他在The View上面 就可以比较发挥 结果呢 还是搞砸了 人家给的送分题 他都没有好好回答 而且他居然把Helen 就是北卡的那个风灾啊 救灾不利 他怪谁 你猜他怪谁 他怪川普 当然是川普的错了 他说 People are suffering And Donald Trump Only cares about himself 哇 人们在受苦受难 而川普竟然只顾着他自己 他这么说的时候 那些三姑六婆 频频点头 然后他又说 A good leader is to lift people up not to put people down 哇 全场鼓掌啊 OK 还有他还跑去 那个Steven Colbert 也是个大左派 他的late show 哎呀 我真的不应该去看 看了好几个片段 真的是很后悔 他们两个在上面 居然喝啤酒 喝起啤酒来了 还有啊 他的口音又变了 他在黑人群体里面 是黑人口音 面对白人是白人口音 面对Steven Colbert 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 亚买加口音 跑出来 Have you no empathy man? Have you no sense of purpose? 哇 这只乌鸡 我真的是服了他了 还有他跟那个卧公公啊 他们 我很喜欢 卧公公 Tim Watts 所以乌鸡跟土狼 或者是卡玛拉 与卧公公 这个搭档呢 跟Elon Musk 和川普 和万斯 这个阵营 这两个阵营啊 其中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 你有没有看到 川普 Mask 和万斯 他们说话 是充满着人味的 就是在说人话 就是很真 很真实的 而另外一边 卡玛拉说话 那个卧公公说话 就是假假假假假假 到没有办法忍受 真的没有办法看 多看几分钟 所以我们早就说过 现在的这个两大阵营 阵营啊 现在也有很多上层的人 都支持川普 所以也已经不是上下之争 那你可以说是善恶之争 或者我就说是是非之争 黑白之争 真假之争 我刚刚昨天看AI News 说主持人说 有个华人牧师 应该也是蛮出名 蛮有影响力的一个华人牧师 说民主党和共和党 是各有优点 各有缺点 民主党呢比较关心穷人 共和党是注重法律与秩序啊 OK你可能很多年前 你可以这么说 你到了现在还在说这种话 你不用再说 你就是一个左派 你就是站在民主党这一边 你就是站在虚假 伪善邪恶这一边的 你在这种 在善恶是非 黑白真假之间 想要做理中克 那你就是坏蛋 OK period close case 那所以现在这两个阵营呢 我再把它抓一个本质的区别出来 就是一方面是充满着人味 就是他们对于人的生命 对于人的价值是很看重的 那打个比方 川普当人家问他关于俄乌战争 你希望哪一边赢啊 他就说我要看到两边的人 stop dying 我不希望两边乌克兰也好 俄罗斯也好 我希望他们两边的人都不要再有 再有死亡了 所以他看重人的生命 这次北卡水灾以后呢 很多人就担心那个投票 因为那个也是川普的票仓 很多人受到风灾水灾影响 就不能够去投票 就会影响到川普的选情 那川普说 我更看重的是人的生命 而不是选民 我看到的是人民 而不是选民 所以让我们尽快的去拯救生命吧 这些真的不是空话 他也是事实上 他也是这么做的 他马上联系Elon Musk Elon Musk马上为灾区提供兴炼 免费的兴炼 灾区很多人完全断水断电 没有食物 没有任何的帮助的情况底下 我刚刚听一个节目 灾区有很多人甚至自杀 因为他觉得被世界遗弃了 他没有网络 没有任何的求助无门 所以他们就在绝望里面 就自杀 结束自己的生命 真的是很可悲的 但是有很多人在 Starlink的帮助底下 这是成为他们唯一 与外界联系的渠道 就是Elon Musk的Starlink 所以他们是不留余力的去帮助灾区的人 为什么 他们看重人 人本身 看重人的生命 而且他们帮助人与人之间取得互相沟通 让人可以互相帮助 也给予人自由 你要把自由给人 把资源把能力给人 人就可以自助了 其实你不需要 给他们太多太多东西 你让他们有能力来守望相助 情况就已经可以好很多了 所以像Elon Musk和川普这样的人 他不会把权力和利益 看得比人的价值更高 那不是不看重 当然这两个都是生意人 生意人是一定要赚钱的 但是一个真正成功的生意人 你首先要看重的就是人 你看重这些人 你才能够为这些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你才能去赚他们的钱 持久的 很正面的去赚他们的钱 所以呢 这些生意人 这两个都是大的生意人 他们说话做事就特别有人味 那另外一边 乌鸡土狼 或者卡玛拉 沃公公 他们的访谈是完全没有人味的 就是造假 而且很造作 你看卡玛拉 I'm a joyful warrior 很造作的 每一句话都是撒谎 而且特别的伪善啊 People are suffering 好像你很关心那些人的死活 你最不关心就是那些人的suffering 哇 所以他们的整个表现 尤其是卡玛拉 整个表现都好像在画皮一样 像那个 有没有听过那个蒲松林的小说 那个画皮啊 一只女鬼在画皮 里面就是一只鬼啊 外面装着一个人皮 从那些左派记者对他的提问 到他的回答 每一个字 连标点符号 连呼吸都是假 就是毫无人味的 那这个就是可以展现出 他们里面对于人的价值 人的尊严 人命 人的自由是毫无尊重 不屑一顾 绝对不放在眼里面的 所以他们自己本身就不是人了 他们不是人 那他们是什么 蜥蜴人 Lizard The lizard people No啦 我不是阴谋论者 我绝对不会相信什么蜥蜴人 这些东西的 什么人会去相信蜥蜴人呢 No 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真的很仇视人类 或者说仇视一般的老百姓 OK 我再举个例子 北卡的灾区 你不去救 OK 好了 算了 你懒惰 你无能是吗 OK 好 那人家自发去救 人家自发去救的时候 你突然就不懒惰了 你突然就派出黑鹰直升机 去捣乱 去搅乱他们的救灾现场物资供应 你还故意去把路封掉 还居然还放那个卡车 人家卡车自发送物资去 放掉他们轮胎的气 你还去拦截救灾物资 你这个你怎么就不懒惰下去呢 你继续懒惰啊 他们就故意要去捣乱了 就好比有一个懒惰的妈妈 我不收拾房子 我也不让我的孩子吃饱 OK 这个很懒惰 但是孩子说 好了 那我们自己去打工赚钱 来养活自己 不可以 你不可以 哪有这样子的 那邻居说 我送食物上门来喂你的孩子 一脚把邻居踢开 你给我滚 不允许你喂我的孩子 那这个就不是懒惰的妈妈了 这个就是邪恶的敌人了 你们有没有听过 Little Red Riding Hood的故事 小红帽 就是那个狼外婆 那只狼已经把外婆吞进肚子里面 然后躺在床上 假装外婆 I am小红帽 Little Red Riding Hood I am your granny 他已经不是人了 所以这就是我的意思 这些人 他们已经不是人 他们没有人味 他们没有人性 他们仇恨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们自己不是人吗 为什么要这样 就是说他们不愿意 人民是活得有尊严 有能力 有分辨力 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他们不愿意这样子的人 哇人们竟然有自救的能力 我不救你们 你们没有来求求你啊 青天大老爷 你们没有来下跪求饶 你们居然守望相助 开始自救了 其他州的人竟然开始把物资运进去 没有我们 叫你们 你们就这样子守望相助 然后你们居然还互通信息 不听我们主流媒体的报道 他们很讨厌这种人的 还有那种见义勇为的人啊 就是不听政府的操控和使唤的人 他们是越来越仇恨这些人了 华人应该听过有一个人叫双秧是吗 双秧先生 他发明了一套叫做育民术 育民武术有五大点 愚民要让人民听不到信息 愚弄人民成为愚蠢的 受政府洗脑的人 还有弱民要这些民很弱 一点本事都没有 不能够自救不能够守望相助 就是等着政府来施舍一点点好处给他们 疲民让他们疲于奔命 让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 要供车 要供房子 要还债 还有辱民 羞辱人民 什么 对我们把两千亿给乌克兰 把一千亿给以色列 我们把五个亿给黎巴嫩 你们栽民 哦 对了 Come on 这里有七百五十块 要不要拿去吧 辱民 还有呢 就是平民 让人民贫困 这样你就可以驾驭这些人民 那你认为这位双央先生 他爱人民吗 所以作为一个独裁者 恶毒的独裁者 他最讨厌的就是人民啊 竟然活得聪明伶俐 独立自主 自信自强 而且他们看政府 哦 政府 我们应该奉公守法 尊重政府 但是呢 政府也要尊重我们 政府是为我们服务的 所以如果你做的不好 我就用选票把你选下去 哇 这种这么有自信的人民呢 对于那种要搞独裁统治的人来说 要搞共产主义的人来说 这种人民各个都是眼中钉 就是讨厌你们 你们竟然不听我的摆布 哈 叫你去打针 跟你说打针有好处 你竟然不去打针 你竟然不戴口罩 跟你讲了多少次要戴口罩 待在家里不出门 你竟然不戴口罩 哇 你竟然啊 在地铁站 看在地铁上面 看到有人威胁别人的生命 你竟然敢挺身而出 成什么英雄 把你抓起来坐牢 哇 有灾区有难的时候 你竟然敢开着自己的直升机 去救灾 开自己的货车去运送物资 你竟然敢 还有啊 我天天叫你恨川普 你不恨他 你竟然那么爱川普 岂有此理 我们天天在主流媒体上面 洗脑你们洗脑你们 我们容易吗 我们 你居然就一句什么 fake news 就爬掉我们的皮 哎哟 所以啊 你知道像奥巴马 希拉里 Litz Cheney 卡玛拉 还有布什家族 卡特家族这些人 也就是 Jeffrey Epstein名单上面的 这些人 他们恨死你们这些 真正有血有肉 有灵魂有信仰 有良知有勇气 又爱自由的美国人 他们恨死了 这些都是真正的大活人 充满着人味 而他们驾驭不了这样的人民 所以他们就惧怕 他们就仇恨这样子的人民 那他们只能驾驭怎么样的人 他们只能驾驭那些感恩戴德 去打四针打八针打十二针的人 相信主流媒体 我只看CNN报纸 我只看纽约时报 这种人 永远投票给民主党 因为我关怀穷人 我支持控制枪支 所以我投票给民主党 还有咬牙切齿 仇恨川普 还有啊 还有一些人 搞不清楚我是男还是女 我的pronounce day them 这种人 还有长期吃福利的人 或者是睡月静好 两耳不闻穿外事的人 那这些人呢 就是他们可以驾驭的 那川普呢 川普不一样 川普根本不需要去驾驭人民 他从来没有想要去驾驭他的人民 他跟他的支持者之间是 大活人跟大活人之间的真情互动 他爱这些人民 这些人民也真心的爱他 你看他随 他可以随意的走进一间 披萨餐厅 快餐厅 就跟那边的服务员啊 打招呼 就像跑进老朋友开的餐厅一样 而餐厅里面的人也 哇非常热情的 看到一位老朋友来了 很高兴的跟他拥抱 跟他打招呼 有时候他川普进去一个球赛 或者拳击赛 哇全场热烈欢呼啊 就是人们就是像看到老朋友一样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领袖跟人民的互动啊 你看毛泽东那个时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 下面的红卫兵也是很狂热 但是那种真的是邪教式的一种狂热 是真的是被洗脑而洗出来的 你看到人们对于川普的热爱完全不一样啊 跟朝鲜人民看到金正恩那个vibe 那种氛围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啊 我觉得此生能够看见啊 间接的参与也是挺荣幸的 所以川普还有Elon Musk 还有Tucker Carlson J.D. Vance 这几个是纯爷们啊 这几个纯爷们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真 他们真的就是能够代表美国那些最普通最平凡 但是也是最有爱心最勇敢最热爱自由的人民 这些就是we the people 真正有人为的人 这才是美国we the people 是一个看重人的价值的国家 是一个人民活得有尊严 有自强的有力量 就是不依靠政府 不依赖大政府这样的一个国家 是很宝贵的 是曾经美国非常独一无二的地方 也是美国这个国家的魅力所在啊 OK 但是我还没说完 那我还是要问 你不能停留在这里 你要问那人为什么有尊严 人为什么要需要有自由 要获得尊贵啊 那为什么现在形成了一边那么有人位 一边没有人位的两个阵营呢 所以我们就要看 这个人的价值是从何而来的 人为什么需要活出人位 这个人位到底是什么 这个人位就是真诚 真的发自人的良知 理性说出来符合现实的话语 符合良知符合常识的话 那这个才让一个人有人位 那这个人位来自什么 这个人位就是来自人的理性常识 是不是 而这个理性良知常识 说穿了就是神的形象 对 人是被神所造的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人是被神所创造的 所以重点就是 人有一个创造者 所以人带有他的形象 而人要认识他 敬畏他 爱他 你才能够爱 他所造的人 你才能够爱 带有他形象 有人位的人 要不然你就会很讨厌 那如果人不认识这位创造主 或者是仇视他 敌视他 OK 我只谈人的尊贵 没有创造主 没有人造 人就是猴子变出来的 进化而来的 你在这个情况底下 大谈人的尊严 人的价值 你就一定会跑到左派那边去的 Elon Musk曾经也是个左派 但是他的良知高过 他的良知常识理性高过 这些左派的假大空的理念 所以他现在回到常识这一边来了 OK 你看左派也是讲人的价值的 他们搞非法移民 纵容罪犯 搞共产主义 全部都是打着人权 人配得 人就是应该这样子 你是人 他们也是人 也都是讲人的 所以很多人 包括基督徒 也被这种说法所愚弄了 所欺骗了 他们对呀 所有人都一样 非法移民也 我有的东西 非法移民也应该有 罪犯也应该享有自由 对呀对呀 人人平等 所以共产主义好 共产主义好 当他们接受了这一套东西以后 他们也成为了 慢慢慢慢 他们就成为了 愚民和弱民 他们会越来越 没有人味 因为他们讲的这一套 人的价值 人的东西是 踢走了创造主 没有了神的形象 来讲人 你就离神所赋予的理性 常识 良知 道德 越来越远了 你就没有人味了 所以嘴巴里面还在喊着 人啊 人的价值 人的尊严 人的自由 像凯玛拉也会喊的 但是都已经没有了人味了 所以很多人 他听卡玛拉说话 是很对胃口的 像The View的观众 Steven Kobe的观众 拍手拍手 为什么 因为他们自己 已经没有人味了 所以他听 没有人味的东西 哇 很好听啊 所以很多人 他已经离开了 创造主的心意 很远很远 他真的就没有人味 他自己也不知道 你看以前 我看那个黑白的江青的片段 他讲话真的很没有人味的 我们要支持 伟大领袖 猫主席 我们要支持革命路线 哇 江青讲话 还有那个林彪 猫家东万岁 伟大主席万岁 他们说话 还有雷锋 要学雷锋 哇 这些人都是没有人味的 跟现在 我看到左派的那些 CNN的记者 Greta Thunberg 还有那些 支持哈马斯的示威者 还有那些 环保革命家 像名画破油漆的 那些环保革命家 还有那些 咬牙切齿 仇恨川普的人 都是没有人味的 所以他们有各种 各样没有人味的方式 有些像雷锋 很伟光正 有些是很烂 但是 总之呢 都是越来越不像人 真的越来越不像人 所以有人味 不代表就是一个 伟人 英雄 伟光正 不是的 你看 有人味的人 他的意思就是说 很真诚 符合常识 良知 说话特别的接地气 做实事 说实话 就像川普 Elon Musk 就像很多美国的 红脖子川普的支持者 这些就是有人味 因为他还带有上帝的形象 符合上帝所赋予的 理性 道德 良知 那川普的信仰状况呢 我是越来越 明朗 因为他说 I am a Christian 我相信他就是一个 主内的弟兄 Elon Musk 应该还不是 他相信有一个更高的 创造主的存在 但是 他还没有接受 耶稣基督 但是 他们都很有人味 他们真的很有人味 有人味的人 都还是罪人 罪人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都是亏缺了神完美的形象 所以我们都不完美 但是像他们这样的人 他们内心是很真诚的 有勇气 有对自由的热爱 而他们愿意在美国 现在真的是到了生死存亡的 关键时刻 他们选择 All in 赌上自己的全部 来挽救美国 来挽救美国的人 的自由 这一份无私勇敢的心 就使他们身上 展现出上帝造人的那种 尊贵和荣耀 所以我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敬佩他们 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 他们都是大丈夫 真男人 当然了 在得救的层面来说 他们必须要依靠另外那一位 独一无二的真男人 大丈夫 就是耶稣基督 他也是All in 耶稣基督也是绝对的 摆上自己的一切 为全人类的自由 为全人类的 那个灵魂的救赎 而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升天 然后为我们完成了 这一份救赎恩典 所以任何一个人间的 大丈夫 真男人 大活人 都需要接受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救赎恩典 才能够在永恒中得救 那我希望像川普 Elon Musk 万斯 这些好人 我真的都希望 他们能够得救 但是在今生 我们只说今生 在这个风云翻滚的时代 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我觉得我们 作为人 作为大活人 作为神所创造的人 我们有责任 守住自己身上 神的形象 我们有责任 要活出人的尊贵 独立自主 自强不细 当然我们都 不会像川普 像Elon Musk 像Tucker Carlson 那么有能力 那么成功 因为神给人 不同的恩赐 有些人恩赐很大 有些人恩赐比较小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都可以活出真诚 我们可以活出人味 我们要按着良心 说实话 做实事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 好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祷告吧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你 你创造了我们 你赋予我们生命气息 也给了我们你的形象 让我们能够在世界上 与其他的任何物种都不一样 我们有责任 我们有能力来活出尊贵 活出你的荣耀 活出尊严 活出自由 求主你赋予我们能力 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 在世上的每一天 都活出你的荣耀 也愿你加添力量 也保护那些正在为自由而战的人 像川普 像Elon Musk Tucker Carlson J.D. Vance 和所有正在为美国而战 为自由而战 为你的荣耀而战的人 都求你赐福给他们 加添力量给他们 还有那些因为为自由而战的 正在受到逼迫有牢狱之灾的人 比如说为了1月6号 而正在面临冤狱的人 也求你加添力量给他们 让他们身体虽然没有自由 但是他们的内心是自由的 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都能够享受自由 我们如此祷告 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而求 Amen 这里是语林说X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